一个突然出现的女人 打破了渔村的宁静 这个女人名叫银子 带着一个孩子从大阪来到渔村 在渔村租下一家小酒馆 一番装修后取名为银 渔夫们白天打鱼 晚上都会来这里喝上几杯 主要还是因为银子长得漂亮 在一群吵闹的渔夫中 银子一眼就看出 修制和别的渔夫 不太好 不太一样 第二天 修制就送来一条大鱼 渔村不大 银子刚来 以后大家都是邻居 其实修制也是来自大阪 他与妻子在渔村 已经生活了十多年 修制每次看到银子 总会想起自己年轻时候 在大阪的时光 那个女人的魅力 怎么就这么大呢 东子 大阪的女人是不是都很风骚啊 没过多久 放下去谁也吃不消 渔夫阿琪甚至直接矿工 就是为了与石岛打牌 因为石岛这个家伙 总是输钱 很多渔夫都说 最近打牌比打鱼还要赚得多 打足了一个礼拜了 你不累吗 有营养剂 什么叫营养剂啊 营养剂啊 好 你们过来问问他 石岛天天都输钱给渔夫们 天下哪有那么好的事 其实打牌只是个幌子 等石岛和渔夫们混书了之后 就会向渔夫们推销他所谓的营养剂 只要渔夫们一上瘾 钱自然会被石岛赚回来 你能不能不在这打牌 拜托你 你在说什么 营养的劝阻让石岛很生气 进屋又要给自己打一针营养剂 营养剂对营养剂恨之入骨 多年以前 营养剂的妹妹 就是因为营养剂失去了生命 这才没过几天 好朋友阿琪就像变了一个人 之前的阿琪还想着努力工作 要供孩子上大学 现在为了所谓的营养剂 把孩子上学的钱都花了得金光 营太太还以为 阿琪把钱都花在了银子身上 你快点回归你的大法人去 你这个扫娘们不要脸 像你这样瞒不讲理就会大声嚷嚷 男人见到你都吓跑了 营太太这么一闹 酒馆的生意也变得非常冷清 趁着这没人的机会 休止要找石岛好好聊聊 可石岛今天不在店里 休止知道问题的根源在于营养剂 第二天石岛没了营养剂 马上对银子大发雷霆 发起风来 直接提刀上街 把渔村搞得鸡犬不宁 这种事还得休止出马 一拳打翻石岛 又被石岛从后面偷袭 这一刀让休止露出了纹身 把看热闹的人们吓一跳 老婆冬子赶紧得休止挡住 渔村的人都认为 有纹身的人都是黑社会 甚至还要断绝与他们家的来往 十几年前的休止 那可是大阪黑道上的大哥 江湖上人人闻风丧板 后来休止遇到了他现在的老婆 于是决定金盆洗手 退出江湖 与老婆冬子来到小渔村 当了一个平凡的渔夫 十多年来 过着简单幸福的生活 如今看银子与石岛来到渔村 不也是为了退出江湖 休止每次看见银子 总会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 跟你一起喝酒 是很快乐的事 你在家快乐吗 为什么呢 大晚上了 休止还在酒馆 老婆自然找了过来 冬子不像起太太那样大吵大闹 进屋点菜 坐下来 兵兵有礼 眼看气氛有些尴尬 银子就讲了一个故事 一个在大阪 关于夜叉男子的故事 他是大阪黑道上的一个重要人物 风头正盛的时候 却突然离开了大阪 道上有人说 是为了女人 也有人说 夜叉隐姓埋名 在大海边当了一个渔夫 真难以相信 是真的 送别了休止夫妻俩 银子响起消失了许久的石岛 突然感到无限的凄凉 坐在休止的位置上 拿起休止用过的筷子 轻柔地缩了一口 你说过 跟我在一起喝酒 是很快乐的事情 我听了 真的很开心 也不知道石岛还会不会回来 某天深夜 某天深夜终于接到石岛的电话 横路进二 还以为是杜秋打来的 银子拿上存折 马上赶了出去 石岛这家伙又欠了高利贷 这些钱 已经是银子所有的积蓄 石岛说 这些钱根本不够 这笔钱要是还不上 黑社会的人就会杀了他 银子念于旧情 还是想救石岛一命 可他一个弱女子 又能做什么呢 江湖上的事 还得找休止帮忙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忙休止帮定了 回家就对老婆如实相告 老婆不仅没发火 甚至还提议 把家里的船卖了 借钱帮银子他们渡过难关 东子就这么善解人意 其实他是怕休止 再次卷入江湖 更怕休止被银子卷走 只要能留住休止 花点钱又算什么 作为老江湖 休止非常明白 石岛的事 不是钱那么简单 这里面一定还有别的事情 他决定去一趟大阪 银子看着窗外的休止 他知道夜叉为他重出江湖了 十多年过去 大阪已经变了很多 休止也不再是从前的夜叉 江湖虽然还有夜叉的传说 但早已没了夜叉的势力 雪很大 这把咋给你用 谢谢 直奔夜总会 二话不说就要带走石岛 不过石岛最终还是死亡 还是死在休止曾经的小弟手上 变了 一切都变了 曾经的夜叉 现在也只是一个渔夫罢了 对不起 一直都是住在河岸的夜叉 居然为了我到大阪去了 夜叉是比较适合在大阪的 这里不适合你 银子坐上了前往大阪的列车 休止并没有一起前往大阪 休止明白他已经不属于大阪 更何况他已经有了老婆和孩子 渔村才是自己的港湾 列车上的银子突然一阵干呕 他知道是自己怀孕了 银子能感觉出来这是夜叉留下的 等休止回到渔村 妻子已经在酒馆门前等待 他知道自己丈夫一定会回来 冬子并没有大吵大冒 夫妻俩相视一笑 随着银子的离去 渔村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 银子的到来就像是一场梦